找到了中心啊 转的时候 你看这个物体的两边 你把它借出来 找到了中心 转的时候这两边是不出格的 要出这个前后的劲 这个前后的劲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的啊 我们一共就是一横一竖 说我一开 开不了开不动 直至顶的东西是出不去的 就随便一个人顶你就顶住了 怎么办呢 通过转把它出去 我这个地方我实际往回 还是为了转这个劲 现在一顶这个脚 它下去了 没上去 这一边放在门框这一边 这一边呢 就在这个时候 它正好还差五公分 你找这么个门框 要没有这么个门框 你想办法找这么个地方 一定得是这么个地方 差一点都也 什么也没有 它这一边顶住了之后 这边有个放 这么样 你怎么样这么推它 它劲不够大 对方不怕 但是你要是这么顶开了 就这么顶开 你要是这样的话 往下蹬 它那个劲到不了头上去 我要这样的话 它也到不了 我怎么是就是它也起不来 我们正常的人 他到了这儿的时候 他是这么做的 大家看到了吧 你们看 练的都是这么练的 现在怎么样 一到了这儿来 我练的是这一点 你看 外面几乎没看到洞 但是一直练它 这就练着弓了 你练了这个 什么也没有 你用手这么抓着 这是腰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得转 就是你清晰地 把它演示出来 别的动作对错 你别管 我会有多久的 我会有多久的 我明白了 我会有多久的 这边 就是这个